Lexington这两天呢 有一栋新上市的小屋 这栋小屋呢 在2004年到2005年之间呢 成两次一组 2004年的时候呢 买家以48万3800买进 之后呢 在2005年的时候 以47万卖给了现任屋主 现任屋主对房子稍作粉刷 现在上市要价47万7 这栋房子的优点呢 主要有 一 离农场以及beach非常近 这栋房子的斜对面呢 就是Lexington非常受欢迎的农场 买新鲜的水果蔬菜会非常方便 而且呢 房子不远处就是Arlington的Raswa Beach 有孩子的家庭呢 可以办一个seasonal pass 小孩子应该会非常喜欢 二 房子布局叫方正 这种房子呢 虽然叫小 而且呢 只有两间卧室 但它的整体布局设计呢 叫方正 而且它的面积分布呢 也叫均匀 房子的厅呢 大约有300多平方尺 而且呢 厨房以及餐厅呢 也都不大不小 卧室都在二楼 主卧室还是叫宽敞的 这栋房子的缺点是 一 路况太嘈杂 这栋房子呢 虽然在阳台上可以看到对面农场 整个view呢 还是很不错的 但是呢 这房子所处的路呢 还是一条非常嘈杂的大路 这点呢 必定会影响房子的价值 二 没有太多的扩建空间 这栋房子呢 总共只有两间卧室 而且呢 整体来看呢 扩建的可能性并不大 如果说要将这栋房子 推倒重建的话呢 又有一些可惜 再加上路况的关系呢 投资太大的话 可能有些不值 三 在两个town的边境线上 这栋房子呢 仅挨着 Lexington和Arlington的边境线上 这一点呢 并不是很ideal 如果您对Lexington这个城市感兴趣的话呢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 关于这个城市的简单介绍 是不是很透露进去 残似的世界 每个好处过的城市感兴趣的话呢 现在的暗号子呢 又见到 可以看不出两天的石头 嘛